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复古时间这个活动 它是东南亚服15周年 然后国服会在7月份是16周年 然后的话国际服会在下一个月 国际服是5月11日 这个活动是去年这个时间 韩服他们出的 然后考虑到各服周年庆的一个档期问题 所以都会推一年 它就这一个复古王国有一个人们都爱戴的一个公主 公主奥罗拉 然后前一阵子 它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有一只恶魔 有一只恶魔蝙蝠魔 然后就抓住了它 去了它的飞船 就没有 没有了它这个复古王国就没有了未来 所以我们必须击败 恶魔 蝙蝠魔 然后拯救 公主 阿罗拉 那我们只有去解封四个传说武器 才能恢复它真正的力量 传说说只有被选中的战士才能解封心腹骨骨骨气 然后帮助恢复它原有的样貌和真实的力量 这就是那个披风 这个就是那个披风 所以你要去收集这个欺负果力量 它是我们王国的一种能量来源 广播 然后你解封了 新腹果披风 你解封了 然后你解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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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杜美